從男孩子角度 當了欺奴就很可怕 當高雄市長 第一條就是我跟我太太講 你不可以 一步都不可以踏進高雄市政府 先下來這個紅線要畫 所以你們會限制另一半的言論自由嗎 對我家裡面 我沒有增加任何阻礙 他可以盡量發揮 因為他本身學教育 然後又在教育職場上班 他自己有一個分寸 經營婚姻 就是說要怎麼樣不怕老婆是不是 講土白一點就這樣子 差不多這樣 我們這個聊天 講笑話 然後把家庭的氣氛弄得比較輕鬆一點 大概是每天都要做的 幾乎只要每天見面都是這樣 所以家裡面的氣氛 不要讓外面的政治氛圍 分分擾擾 進到家裡面來 這麼多年來我們都在做這個 所以要喝到家就時常開開玩笑 就開玩笑 沒有 就所謂的 對啊 所以憲哥趕快收掉了10萬 老婆就開心了 遇到爭吵的時候呢 現在不會啦 不吵了 現在都滑過去了 以前會吵 這滑過去還是 其實男孩子很可憐 男孩子小時候媽媽管 結婚老婆管 老的時候女兒在管 女兒在管 對 我們一輩子都是這樣子 你再想一想 其實你拉高一點來看 就是一個情的世界 其實這都是愛 母愛 夫妻愛 女兒對爸爸的愛 等你想通了這個 應該就不太會吵 女人 你要愛他 但是不要了解他 男人 你要了解他 而不要愛他 為什麼 因為男人是畜生 為什麼呢 這句話我聽不太懂 男人要了解男人 但是不要愛男人 不是 你會去 你會去愛一隻豬嗎 不是 這話講得太嚴重了 不是這樣 憲哥的意思我懂 應該是女人 女人應該要有一點智慧 就是要了解這個男人 不要刺破他 你老公 然後他在工作 然後因為他 哪有貓兒不偷心的 對不對 憲哥的名言 男人只有兩種 男人哪兩種你知道嗎 第一種 對 就會偷吃的 第二種就 那你是第幾種 第三種 我們兩個都一樣 我們都 然後這個小女生嫁給他 小我17歲 沈玉琳長得跟鬼一樣 哪有 然後那個芽芽把他當作 金城武在看待 對 是不是這樣 是啊 對啊 然後不准跟女藝人太接近 然後兩個人一起主持 要隔一個椅子的座位有沒有 對啊 我在外面 如果旁邊坐女生 我老婆坐我左邊 我回去我大概左腳的腳背 都歪斥了 對 我只要聊一句他就踩一下 我聊一句他踩 芽芽真的愛你啊 家綜姐會這樣愛你嗎 不會 他會給我適當的空間 他們不一樣啦 會給適當的空間 我們的職業是這樣子 台灣的政壇都是亂挺一通的啦 亂挺一通啦 其實政壇 因為大家有的時候在檯面上 上到總統下到里長 你都會碰到這個問題 你要當了 從男孩子角度啦 當了妻奴就很可怕 妻子的奴隸啊 只要老婆講什麼 你當總統 當市長 當立法人 當部長 你就嚴禁忌從 那太可怕了 所以我當高雄市長 第一條就是我跟太太講 你不可以 一步都不可以踏進高雄市政府 先下這個洪建要畫 你進了市政府 我當市長 你是市長夫人 市長老婆 這個怎麼弄 難做事 這第一個要求 很多夫人邊地下總司令去 對 你絕對不可以 所以你們會限制 另一半的言論自由嗎 另一半的話 如果不受控的話 你們要怎麼治啊 這假設性的問題 你是問我 對 假設性的問題 我這個是對我家裡面 我沒有增加任何阻礙 他可以盡量發揮 因為他本身學教育 然後又在教育職場上班 他自己有一個分寸會拿你 家裡面不會殺蠻推演 主要的原因 因為他們是 誤辱政治叢林的小白兔 他們兩個都醫生對不對 不是 我在管學校 不是 我說佩琪 對 他們是醫生 他們兩個都醫生 對 要保護家人對不對 然後柯市長 因為他是醫生出身的 老婆也是 他對於政治的不熟年 心中的憤怒 什麼他要講 他只要就發文 發文出來 殊不知這裡面的水有多深 對 你講了這個就得罪這個 然後順了孤藝 圍了手藝 每天吃孤少玩 也不是一個辦法 我跟製作人講說 你的心情我最能了解 我們就身為一個男人 我們就是要保護我們的家人 不要讓他不要再被罵了 他就是一個普通的加分界